两个苹果教你掌握英文九大词性 名词表示事物的名称 比如说这个事物的名称是苹果 那苹果它就是一个名词 形容词是修饰名词的词 比如说什么样的苹果 红色的苹果 那红色的它就是形容词 动词表示动作 干什么 我吃苹果 那吃它就是一个动词 副词表示动作发生的方式 我着急的吃苹果 那着急的就是一个副词 竖词表示数量 有几个苹果呢 有两个苹果 那两个就是一个竖词 代词是事物的替代 比如说这里两个苹果 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替代 它们是红色的 那它们就是代词 贯词用在名词的前面 比如 a and the 这三种 借词表示方位和地点 苹果在哪呢 苹果在我的手上 所以苹果在什么什么上 对吧 这里就是借词 连词表示连接 这个苹果和这个苹果 和它就是一个连词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给石器老师一颗 小星星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